好的继续回到比赛来看肖国栋对阵查达的第7局 上局又是被对手翻盘了有点可惜呀 肖国栋得加油了右边中带这一颗 好球打进以后先把黑球给他归位 吃货 绕下带脚 直接登到左边了这样 再要一颗黑球铜弹 看黑球能不能摆下 哎呦黑球摆下以后刚好是挡上了 黑球现在点位是被占的啊但是其他没有空没有空余的位置啊 所以他只能说摆在这个白球的下方跟白球无限的接近 放手一干 直接去要中带了啊可以 中带这个线路还够用 弹起来篮球有向下角度 这个视角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中带的薄球打得很漂亮 篮球中带直接往下登 带了一下球队 这样右下方底带就能接上了 刚好推出来一颗 好直接登过来这样就叫到黑球了 球形现在还是不错的啊有一杆超风的机会 小国动尽可能的不要跟查达去缠斗啊 每次缠斗到后半程啊就是 后半阶段 查达都是翻盘连翻两局了 所有底带都有 先要右下底了 向上的一点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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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蹬还是要抵戴啊 小国动也是怕了怕了母球再占黑球点位 硬调过来的 高杆推一裤起来 篮球又是给的角度不错 稍微往下一蹬接一颗右下底是没问题的 篮球打进看一下可以球的效果 不是太理想 嗯要加干去 打粉球下方的这一颗了 这一块 不是太多贼了吗 谢谢 谢谢 犯规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击球之前 球杆应该是碰球了 这个就尴尬了呀 小国东主动承认的啊 主动向这个裁判 只说我犯规了 很绅士的一个行为 嗯 没打劲 这边也不亏啊 右下方底带的角度 比刚才要好很多 还是一个架岗位 好 这颗红球打进 这又接上黑球了 来个一杆超分啊 在老磨下去 你被对手都磨死了 观众朋友们看的 也可能会困了 嗯 登起来 再要一颗优下底 右下方底带 中高竿推 直接推起来 还是围着黑球来吃 这绝对是一个超分的球形 再吃一颗黑球铜蛋 直球了 到位 好 再登起来 还是左下方 球队最右下方 这颗它是有下球的 好 往下一登 最下方的这颗红球接到 目前效果重视领先了64分 台面还有6颗红球75分 只要不接黄球都能超分 好 左边中带交道 目前已经超分了 嗯 就在打进 这样再打进黑球的话 对手也就不挣扎了 他还在看这个球队能不能带一下啊 带一下就带出来一颗 能接上最后 没带到也没关系啊 现在是领先73 台面50球 超了14分了 可以要一套组合球 直接有单下好球 那这局就彻底拿下了 往上登起来要最右最最右边这一颗 嗯 这就没问题了 彻底保下 单杆57分 台面43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破百的 又是一个架杆位 又是一个架杆位 好 粉球中带是能接上的 哎呦 粉球没有推进啊 这单杆65分4比3 小果冻领先一局